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節繼續講劉家昌 真真 增產網上互吵 對鬧 正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的廣播 連林青霞都看不過眼 青霞姐姐 出了一本書 看不過眼 劉家昌對因真的所作所為 這些男人 苦追人十四年 後來婚後多次擺明出軌 厲害了 近日說到劉家昌在網上用四千次露燈這個恩真 還罵他做老母不知廉恥 在旅館幫兒子叫雞 這些言論真誇張 聽聽發生什麼事 不怪五仔 大家我是飛龍 雖然大家都聽過家醜不出外傳這句話 但近日劉家昌和恩真太太 唉 好像將這些事件升級了 尤其是劉家昌 我記得網上竟然 寫了四千字 數到前妻 還在公然說老婆帶兒子去叫雞 老實說 是都不是公開地說呀 他有沒有想過自己的兒子顏面何存呀 又壞點這樣說 至少劉老師自己有沒有照過記呢 因為我經常看很多新聞說劉老師也有的 如果他自己也有了 怪什麼他的兒子呢 難道兩夫妻為了真產呢 真是可以什麼都拿出來說 說真的這些事其實香港人真是好笑 你看見多少 香港藝人把自己的東西掛出來給人看呀 台灣呢 之前黃曆雲的太太已經試過了 即是很流行把家事 搬來網上給大家公開公審 我還記得連林青霞都不抵得 在說劉家昌私下對於恩真 很麻煩的呀 所以今天 這件事很長時間 2082歲的劉家昌 1978年的時候 跟資深演員恩真結婚 可惜他們這年婚姻只維持了九年 然後經常看到他們兩夫妻互相指責 其實劉子千到了他們兩夫妻結婚到第八年才出生 所以有時候也不知道他們兩夫妻的感情破裂 關不關兒子出生了之後的事呢 明明劉老師當年追恩真追了14年才追到的 真是完全想不到今天他們兩位可以搞到這樣 其實問題是什麼呢 早在2018年的時候 他們兩夫妻已經爆出一些 真產的風波 還有一段時間恩真帶了劉子千 與外界失了聯絡 之後劉子千在2019年 還改了名字 還跟著武星 現在劉子千的新名叫張立恆 不過我叫不習慣 所以我還是叫劉子千 早前劉家昌老師已經整天說他的兒子劉子千 不忠不孝不知廉恥 劉老師還曾經發過聲明說他兒子改了名之後 就不要再用他任何的 版權 應該說他的歌曲版權 劉老師其實一生作的作品有三千多首 還說過曾經在香港的音樂版權裡面 寫了恩真和劉子千的名字 但是現在劉子千改了名字 張立恆 劉老師就說既然都不是姓劉 就不是劉家的人 根決不容許他們 觸碰他 自己的任何的歌曲版權 所以早前劉老師已經宣佈 要禁止 恩真兩母子使用 還有有關管理收取所有版權的收益 全部都要禁止 而恩真近來其實也有反駁劉老師 但是劉老師有可能 真的忍不住 給我恩真說完之後寫了四千字 反擊劉老師裡面的說話也挺狠 首先劉老師說恩真 是世上最無廉恥的母親 在沒有是非對錯之下教育他的兒子之下 令劉家昌覺得望子成龍這個夢 完全是徹底破碎 因為在文宗裡面劉老師說恩真 太過拿去他的兒子劉子千 竟然可以 不需要給他上學 搞到他的兒子在小學截大學16年裡面 沒有接受過教育 是不是這麼嚴重啊沒有接受教育 又在兒子未成年的時候又買很多靚車給兒子 搞到兒子 很年輕的時候已經頻頻撞車出事 還搞到兒子學壞了在酒吧那邊鬧事 後來有一段時間劉家昌老師作了一首歌叫念你 給劉智英簽唱 當時是爆紅的 不過劉老師說恩真怕兒子紅了之後 就不再跟他 所以當時立即將 參與過念你這些工作人員 全部換走 跟著恩真就另外自己再搞一個班底 但這些都未算最激 最激的就是文章裡面 爆 恩真曾經陪過他的兒子 在北京宣傳的時候 竟然在旅館幫兒子照記 劉老師直接怒斥恩真說這些不道德服務的事 竟然是媽媽做出來 幫兒子做這些事 劉老師還說曾經留給恩真有4.8億港元 相信已經被對方敗了一半 另外老師曾幾何時也介紹過女生給兒子 認識 但當時恩真又說風水命理為理由 而拆散他們 所以劉老師就說很心痛 太卑鄙了 那個女生也有爸爸媽媽生 當時的女生都哭了 劉老師看到的情況 自己也覺得非常之歉意 不好意思 我們看到這麼多的指責 另一方面又如何回應呢 首先劉子千 在社交網站裡面是有回應的 他就說劉家昌老師竟然是誣衊他 還要誣衊他媽媽 說他們兩個走去搞欺詐勒索 劉展千說這些簡直是癡人做夢 而他媽媽其實一早就表達得很清楚 現在的法律程序總之一定會搞到完成為止 另外恩真也在社交網站又反擊劉家昌 說他現在說的那些說話 即是發佈那些是指污虛有的話 全是冤禮他和他的親生兒子 他說這些行為 才不知廉恥 恩真說他會採取法律程序 又批評 現在劉家昌的行為其實是觸犯法律 首先他沒有必要把這些東西放在網上吵 還有現在這樣說其實只會令到劉千子 更加受傷 因為劉老師裏面罵他的兒子也罵了幾下 首先說他們兩母子幾十年 都沒有賺過錢 直接叫他們拿一些記錄 可以說賺過錢的記錄給他看一下 劉老師說他們兩母子一路都是在花錢 不過說實話我看Facebook裏面 劉老師的發文 那個Post 都有一萬七千人like 還有很多人叫劉老師加油 雖則其實我們都知道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很多時候我們愛人其實很難評價 誰對誰錯 不過我相信劉老師本身都應該有多少粉絲 我見真的很多人支持劉老師 同時我亦見有網民在說劉老師 發生分辨就爆別人的事 他說這種行為非常之無品 雖然有可能當中也有些吹水成份 但是就算是真的 這樣說完只會令對方更加憎恨他的 所以有網民說劉老師 現在這個行為 禁損人不利己的行為 其實只有一些很惡毒心腸的男人才能做得出的 還有網民在說劉老師 那麼不妥他們兩母子 因為現在數回數是幾十年前 連小學發生的事情都要數回出來 劉老師為什麼十幾年前那時候又要幫兒子作曲拍MV 那時候還在搭肩膊子裝作朋友 有網民在說劉老師 現在又好像說到這幾十年來都一直不喜歡老婆 那當時又要曬恩愛 博宣傳 那些網民這麼好東西 那麼有記性 當時十幾年前的宣傳 那些東西都還記得 那當然也有人說 恩真老來得子 難免也會有一點點種壞了兒子 那不知道是未來兩夫妻當年真的很忙 所以搞到 完全 不懂管教兒子 好了我就說一說林青霞 林青霞和他們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當年林青霞年輕時 都拍過不少劉家昌撿到的電影 後來他又和恩真成為了私下的好朋友 林青霞本身有一本著作叫雲去雲來 原來一早有寫過 劉家昌和恩真這對夫妻 私底下的生活是怎樣的 還在這本書裡面 林青霞寫了一句說話 怎麼可以這樣對恩真 劉家昌師傅這樣對恩真 是怎樣對呢 林青霞在一本書裡面說了 當年 看到他們兩夫妻 上一架啟德機場巴士的時候 劉家昌老師就兩手空空地上巴士 而恩真就拿著大包細包在他後面 當時林青霞就覺得 說實在恩真也是電影巨星 怎麼可以給一個女性拿那麼多東西 而他身為日能地的丈夫 竟然可以兩手空空的 都完全沒有一個紳士風度 後來有一次林青霞去劉家昌和恩真 吃飯 當時叫恩真 在做白灼蝦 首先就把蝦頭剝掉 剝殼 然後把這些食物的東西放在碗裡遞給劉導演 當時劉導演吃得還覺得恩真這樣做 好像是理所當然 而且每次吃飯的時候劉家昌老師 都不會搶著一張單去賣 每次都被恩真搶到 另外林青霞為恩真很好 很多時候例如他們坐七人車的時候 恩真總是要搶著 坐最麻醉裏面的位置 即是最不方便的位置 所以後來林青霞很多時候都要搶快一步 即是搶了一個位置 即是最不方便的位置 讓恩真坐在一個比較想到最方便的位置 留給恩真 從這些書裡面說的話 我很相信 其實林青霞 非常之 撐他的朋友恩真 很看不過劉老師的所謂 當然這個是林青霞的看法 是不是有些事情我們不知道呢 因為有時候人有很多面 對大眾可以一面 私底下他們兩個人又可能又另一面 不過總之 對大眾那一面都覺得劉老師不懂得做人 私底下隨時更加不懂得做人 我也覺得是的 今次的post 攤了一些東西出來說 還要幾十年前 如果真的這麼不妥 那為什麼要留幾十年後才說呢 現在不是辯論比賽嘛 不是你覺得多point 就一定是你適合了 最後還有一點時間 講講講當年劉家昌老師 如何撫追恩真14年才可以結婚 其實聽說他們兩位很早就認識 劉家昌老師當年 23歲的時候 第一眼看到15歲的恩真 已經一見鍾情 不過當時劉老師自己比較窮 就不敢追他 恩真亦說過 當初認識劉老師的時候 他已經約過他看電影 當時恩真說他沒有去 誰知道劉老師又罵了 恩真轉頭 說他只是照片明星 這句話都沒有什麼風度 別人不去就要罵人 所以之後他們兩位就沒有來往 然後在1968年時的恩真 參加新娘與我這部電影配音的時候 劉家昌突然間去了錄音室 還突然叫恩真出來 恩真出來後 無緣無故就射了一下 射了恩真一下 然後轉頭就跑了 當時恩真已經覺得這個人很奇怪 之後劉家昌老師又沒有再出現 到了1974年時 恩真就與鄭妍結婚 當時拍完 《海鷴飛處》這部電影之後就結婚了 當時劉家昌曾經說過 自己結婚的感覺就猶豫 被電擊倒 當年劉家昌老仙還說 幾乎崩潰 不可以再活下去 覺得手上自己所有工作都做不到 還要曾經有死的念頭 之後謝盈和他認真結婚三個月左右 劉家昌老仙曾經透過其他朋友 要認真吃飯 不過當時工作人員找不到恩真 之後這件事不了了之 1976年恩真去日本拍外景 劉家昌因為知道他的行程 竟然打電話到酒店 說要去找他 當時恩真說因為房間裡媽媽在 不方便入房 出來見他 當時他們在走廊見面 之後坐了電梯下樓 電梯下樓的時候門一打開 又看到來為導演 當日下午 整件事就變了 報章頭條 當時是因為有記者 最後還搞到這件事令到謝盈和恩真 要離婚 後來劉家昌師傅終於得著 因為他們離婚 在1978年 其實當時恩真父母反對之下 不贊成跟劉家昌結婚 但是沒有理會 照跟他結婚 之後他們兩人有段時間就去了美國生活 之後去到結婚第八年就生了劉子千 但劉子千一歲的時候他們兩夫婦 就已經離婚了 當時為了兒子有個完整家庭 所以兩人就一直都是保密 所以劉子千都是去到近幾年才知道 原來他爸爸媽媽就一早就離婚了 當時他們的兒子還說 不管他們離婚什麼原因 不想多說 希望你們兩個人 可以互相尊重就可以 似乎他們的兒子 有人吱吱地 他們爸爸媽媽的性格 但是最好笑的是在2010年的時候劉家昌想過 看見來了 當時他有講述他當年 如何傾慕追求恩真的過程 當他知道他跟鄭人結婚的時候還說到自己有多慘 但最好笑 劉家昌老師除了講到自己的情深一面 還有回應他自己 一些偷吃的傳聞 曾經傳出在婚後多次被媒體 拍到偷吃的情況 最好笑的是劉家昌老師也承認 他曾經被恩真在現場捉到偷吃的時候 但劉家昌老師就說 這些只是逢場作興 有什麼出奇呢 我心仍然是愛恩真 但到了今天他們兩夫妻就罵到對方死下死下 應該大家都不愛大家 但話是說 在2019年的時候恩真出過一本自傳 叫真情真意 當時還邀請謝賢出席 自傳記者會 當時謝賢還對著大眾公開說他更愛恩真 真的完全猜不到 恩真同時間有兩位前夫 但他們的表現 天同地比 有時候真的很難說 人人性格不同 同一件事件 大家都可以 有不同的表達出來的感覺 好了今天娛樂圈新聞就說了那麼多 遲些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就這樣吧 拜拜